传说有一个屠夫在每年的返校舞会上都会大开杀戒 四名高中生正在家里聚会 选毛小哥来到地下室 无意中打碎了一瓶名贵的红酒 当他正在收拾碎片的时候 蒙面屠夫突然拽住了他的头发 然后将酒瓶塞进了他的嘴里 紧接着屠夫冲进另一个房间 将一长发女生杀死在了马桶里 接下来屠夫用网球拍又干掉了另外一个男生 最后一名女生尖叫着冲进房间 这里是他的家 他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藏在了衣柜的暗门里 但打酱油的命运早就注定了 女生的父母开车回来了 他冲出衣柜大喊救命 屠夫猛然出现将他钉在了墙上 这是一把充满了邪恶力量的匕首 屠夫已经被匕首选中了 接下来他将要血洗这个小镇 接着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看人快乐 小米是一名高中女生 父亲一年前去世 她目前和老妈还有那位当警察的姐姐相应为命 她的老妈一直没有从老公去世的阴影中走出来 整日浑浑噩噩于酒精为伴 小米在学校有两个次党 分别是酱油妹和小娘炮 自打父亲去世之后 小米整个人变得很消极 经常受到同学绿茶妹的嘲讽 面对自己暗恋已久的男生小帅哥 他也不敢大胆地表白 由于上学迟到 小米又被冷酷的老师契落了一番 小帅哥很贴心地提醒小米 可以把手表调快五分钟 这样今后就不会迟到了 四名高中生被杀的消息 很快被有关部门发送到了每个学生的手机上 小娘炮认为这件案子肯定就是传说中的屠夫干的 在学校的橄榄球比赛中 作为吉祥物的小米又被同学给嘲笑了 球赛结束之后 小米独自一人坐在路边 等着老妈过来接她 但她的老妈此时已经在家醉得不省人事 小米接到了姐姐的电话 但刚说了没几句手机就没电了 这时蒙面屠夫拿着匕首出现了 小米一看大事不好 磨头就跑 但身上笨重的外套拖累了她 蒙面屠夫很快将小米扑倒在地了 不甘心束手待毙的小米拼命反抗 打掉了蒙面屠夫的面具 匕首上的红灯已经亮起 乌云遮住了月光 杀人的最佳时机已经到了 屠夫将匕首狠狠地刺进了小米的左肩 但诡异的是 屠夫的左肩上也出现了同样的伤口 小米的姐姐赶到 她鸣枪视警把屠夫给吓跑了 那把邪恶的匕首也遗留在了现场 被警方锁进了证物箱 而这一切仅仅是故事的开始 小米在经过了一夜的噩梦之后 已经和屠夫互换了灵魂 也就是说 此刻在小米身体里的是蒙面屠夫 而小米的灵魂已经跑到了屠夫的身体里 屠夫看着镜子里的身体 很快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而与此同时 小米也从流浪汗的聚集地醒了过来 当他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后 吓得禁不住尖叫了起来 虽然小米的行为举止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但这并没有引起他老妈和姐姐的注意 这个屠夫之所以被邪恶的匕首选中 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而且刚刚从精神病院逃脱 警方已经把通缉令铺天盖地 贴满了小镇的大街小巷 因此当小米刚跑到大街上 就被人认出来了 屠夫在家里挑选了半天 最后穿了一件皮牙克来到了学校 而小米从来都不会穿这样的衣服 同学们看到改头换面的小米后都不淡定了 而小米的满嘴脏话 也把小娘泡和酱油妹弄得一头雾水 小米带着屠夫的外壳偷偷流进学校 当他正在洗澡的时候被好事的绿茶妹一看到 这个经常欺负小米的绿茶妹最终得到了报应 被屠夫关进了冷冻室 小米洗完澡来到冷冻室的门口 打开门一看 发现绿茶妹已经被冻得帮帮硬了 鉴于屠夫正在满世界杀人 学校决定延期举行返校日误会 这引起了很多同学的不满 小娘泡和酱油妹正在讨论小米的反常现象时 小米突然出现在了他们俩的面前 这二位一看是残暴的屠夫 瞎得虚晃一招仨子就撩了 小米想解释给他的慈党听 但那二位根本就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双方在学校食堂的后厨就掐了起来 小米凭借屠夫强壮的身体 最终把小娘泡和酱油妹给摆平了 为了取得慈党的信任 小米把自己标志性的动作做了一遍 然后又回答了几个尖锐的问题 这才澄清了他的身份 根据小米提供的情况 小娘泡在网上搜到了关于那把匕首的信息 这把叫拉朵拉的匕首传说是用于活人献祭的 如果活人献祭不成功 那么双方的灵魂就会呼唤 24小时之内如果不换回来的话 那么就永远换不回来了 随后小米又借用屠夫强大的力量 教训了一个经常欺负他的男生 这哥们吓得当场就尿着裤子 现在留给小米的时间只剩下9个小时了 他必须在这之前用那把匕首刺进自己的身体 这样他和屠夫的灵魂才能换回来 但目前最紧急的还不是这件事 他们必须首先抓到穿着小米尔躯壳的屠夫 不然很可能会有更多的人遇害 那位总是看小米尔不顺眼的老师正在被课的时候 屠夫走了进来 他首先打开了电锯 然后向老师发起了攻击 这种剧情的设计 我只能认为是屠夫在替小米尔报仇 屠夫虽然性情残暴 但由于被困在了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孩的体内 战斗力自然打了折扣 刚开始老师占了绝对的伤风 但屠夫搞了个突然袭击 最终把老师拒成了两半 屠夫忙活完刚走出教室 就撞见了小米等人 这屠夫的脑子转的是真快 马上就用尖叫声把警察给吸引了过来 现在解释肯定是来不及了 小米三人急忙撒腿就跑了 正在直勤的小米的姐姐开着警车 在后门是紧追不上 三人开车来到一平价的服饰店 小米的老妈就在这上班了 小米这边刚躲进室衣间 她老妈就过来了 手挖了一年多的女人 遇到年龄相仿的男士就想多聊几句 把小米听得是面哄而吃 意识到她老妈是有给她姐妹俩找肌肤的打算 为了方便行动 酱油妹和小娘炮给小米弄了个头套 此时的屠夫正在引诱几个男同学到鬼屋开派对呢 小帅哥去里面寻找小米 而屠夫已经悄悄的跟在了她的身后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小米及时赶到把屠夫给揍晕了 为了说服小帅哥相信呼唤身份这件事 小米可费了不少劲 直到小米念出了只有他们俩才知道的那首情诗 小帅哥这才相信 接下来就是要到警察局拿回那把匕首 小娘炮在家里负责看着屠夫 其他人开车前往警察局 可没想到小米等人前脚刚走 小娘炮的老妈就回到了家 屠夫挣脱绳索 开始追杀小娘炮母子俩 这娘俩反应也是出奇的快 急忙躲进卧室才保护了命 此时警察局里就剩下小米姐姐一个人留守 酱油妹谎称被屠夫追杀 把小米的姐姐给支了出去 可当他刚把匕首拿到手就被小米的姐姐给发现 两人正在对峙的时候屠夫就杀了进来 小米的姐姐目前还属于赤花群众 根本就不听这些人的解释 把屠夫给放跑了 小米则趁机把姐姐关进了牢房 接下来一帮人开始去追屠夫 此时的屠夫已经来到了派断的现场 而距离交换身体的时间只剩下12分钟了 屠夫跟着三个对小米有不轨企图的男生 来到后面的石墨房 抄起电锯就大开杀戒了 当小米和小帅哥来到石墨房 惨剧已经发生了 接下来就到了最后的决战 小米看看屠夫 屠夫看看小米 都觉得对方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这屠夫虽然招招致命 但可惜在力量上远不及小米 屠夫一看打不过 于是拿起匕首就跑 最后被酱油妹给扑倒在地了 小娘炮和酱油妹把屠夫死死问住 小米举起匕首就准备刺 可就在这个时候手表的闹钟响了 原来时间已经到 屠夫是仰天狂笑 不过他笑的太早了 把手表调快了五分钟 随着小米手起刀落 两人的身份也调换过来了 此时打酱油的警察也赶到了 砰砰几箱就把屠夫给撩倒了 原本这一切都结束了 可没想到屠夫在救护车上 干掉警察居然逃跑了 小米娘仨晚上刚准备睡觉 屠夫就杀了过来 最后母女三人齐心合理 终于把屠夫给摆平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吧 身体如果能互换 你愿不愿去体验 穷人变成大老板 富人去当流浪汉